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就是主持人巴格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她的一些事情 如今她的四个儿女各自有自己的事业与家庭 67岁的她则待在台湾独住170平大豪宅 退休后的她把重心都放在公益事业 闲暇时与演艺圈老友相聚 生活很是惬意 1981年她与张令娜结婚 育有两个女儿巴云巴安及两个儿子巴生巴策 巴安曾参演电影海水正兰 巴云曾任年代电视业务部职员 民事业务部职员 巴格曾经是台视一哥 周一到周日在台视都看得到她 不管是主持或是戏剧领域 她都无往不利 还曾被大姐大张小艳批 接节目跟生小孩一样完全不节制的 她也因此攒下不少收入 但她却说 小孩花费很恐怖 我曾让老婆带六千万元到国外念书 结果过一段时间 老婆竟说花完了 要我再汇钱过去 把我吓一大跳 而谈起老婆 她立刻露出参笑 据悉 当年她在主持双星报喜后不久 就跟同班同学张令娜结婚 两人婚后育有两子两女 结婚至今40年感情依旧甜蜜 她笑说 当年追我老婆太辛苦 追了两三年 真的好累 现在两个儿子在美国微软工作 女儿在台湾上班都很正常 因为太辛苦 所以绝对不接第二次了 回首过去 巴格自认从小到大 只有两件事是很认真 拼了命去做的 一个是考大学 另一个是追老婆 婚后 巴格举家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 曾在灵鳩山皈依的老婆 在温哥华佛光山当义工 加入由艺人组成的静华分会 这个分会是王昭如创立的 后来联谊接棒当会长 而卸任的时候 就将会长的棒子交给了她 巴格回忆 老婆曾当八年的会长 想到她之前当会长的忙碌样子 还是觉得很心疼 老婆是个内向的人 可是当了会长就逼自己样样精通 不但要忙着筹备 联系活动 有时候还要上台发言 她不是艺人 上台会紧张 但她还是硬逼自己上台 不过同时 她心里也以老婆为傲 但在2010年1月 巴格却被媒体直击和两名年轻的女性 有人一起用餐 席间她和两名女子互动亲密 其中一名女子频频帮她按摩 而另外一名则负责陪吃 被双珠包围的她 享尽其人之府 三人一直到晚上11时才离去 用餐完 她拉着两名美女到复兴北路上的 修修脸钢琴吧续摊 一直到隔日凌晨1时半 她才步入店门 并一脸醉意地和女子一起搭车返回住处 三人一同返回巴格住处后 两名女性有人自行离去 巴格则独自返家 事后巴格坦诚 自己确实跟朋友共聚 不过她强调 两名女子都是朋友的干妹妹 而去光顾的钢琴吧 则是她之前投资过的副业之一 不过现已转让 只持有股份 巴格自称是独居分子 她表示 妻子喜欢加拿大的生活 所以才会分居两地 而且小孩都大了 也不太需要照顾 不过还是尊重妻子的意思 被问到这样单独跟异性聚会 且举动亲密 远在加拿大的妻子会不会不高兴 她也开玩笑地说 她在台湾造孽 妻子就在佛光山荡 义工做善事 算是积德 她带女子喝酒狂欢的当晚 在同行友人中 还出现一名名人 就是TVBS前主播 现任人力银行公关总监何启胜 她此前曾被目击 与年轻妹妹交往 现在又被拍到 和巴格一起带女子饮酒作乐 引起网友热议 对此何其胜无奈地说 同行的都是有正直的女生 大家都是老朋友 媒体的版面很珍贵 何苦消费她们 这只是一般老朋友聚会 没有新闻价值 请媒体高抬贵手 2019年12月巴格爱女出嫁 婚宴现场众星云集 随着艳客照被传上网 女儿惊人美貌 也因而曝光 巴格在出席公益记者会时 曾透露女儿出嫁消息 在婚宴上 向娃 陈美凤 小亮哥 李立群 方骏等大咖云集 一起分享好友 叫爱女的喜悦 事后 陈美凤和向娃 都有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婚宴照片 祝福新人 勇于爱和 早生贵子 照片中可以看到 众星齐聚祝福新人 网友纷纷留言表示 在这可以看到 好久不见的影星 这些我们心目中的 硬底子老演员 都还身体健康 太开心了 小时候你们都是 我电视机的回忆 怀念 此外 还有五官深邃的新娘 盘起长发 身穿一袭 无袖典雅白纱 气质非凡 网友纷纷称赞 新人真的很登队 祝勇于爱和 白头偕老 八格的女儿好漂亮 很娴熟的模样 八格在演艺圈纵横 五十七年 太言并非日日过好年 他先演舞台剧 后来拍 梨山春晓等电影 由于当时的片商 就是台湾之片厂 属于省府管辖 他一上初中 就被借掉去拍片 结果回学校时 才上一两天课 就月考了 功课完全跟不上 同学看他是风云人物 就开始欺负他 不仅抢他的东西吃 借钱也不还 后来到初中 快毕业的时候 他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拍戏 一直到高中的时候 他开始有自觉 决定不要再走演员 这一行 这行业太不稳定了 起伏很大 所以他开始学画画 学美术设计 考到了台湾艺术大学 也因为有美术设计 这专长 他不仅开了美术设计公司 后来遭到封杀时 也仍能靠此 年收入一百多万元 饿不死自己 也养活了全家 只不过 他的兴趣 依然在演艺圈 准备考大学期间 他进入华视 从小角色演起 那时候 华视所有连续剧的 《电小二》 应该都是他演的 生活费也是这样得来 他有戏就演 没戏就念书 考了三年才考上一专 第三年幸好有考上 因为他是一手拿准考证 一手拿入武令 没考上就去当兵了 也幸亏他当年 是高高瘦瘦的身材 华视开节目 想要找一个瘦皮猴药的男生 搭配邹美宜主持 双星报喜 有演戏经验的他 立刻获得青睐 他也曾重回本行 做美术设计 虽然赚钱 但却来得快 去得也快 都投到股票 没剩多少 此外 他对于身边的人 一一离去 非常感伤 当年跟邹美一搭档 结果对方得了乳癌 之后再没有遇到过 对方走的那天 他得去南京做节目 没能见到对方最后一面 他一起幼时拍电影的时候 还帮着柯俊雄追张美瑶 结果美瑶姐先过世 他得知消息的时候 对方都已经烧成骨灰了 后来柯俊雄也走了 人要西服 所以到现在 他都还会固定跟好友戏玲玲 一起跟李行导演吃饭聚会 多年不变 回忆多年来的演艺生涯 他笑说 当年主持都是那样 一下节目就领钱 领完钱就骚包了 立刻邀王节啊 齐勤啊 反正谁来上节目 就约谁去喝酒 林青霞有段时间比较沉寂 还跟我们去法国酒庄拍外景 当时抱他起来 手都不敢张开 张开就碰到他胸部了 至于演艺圈的工作 他则是抱着 尽力做不强求的心态 说 年轻时的工作多 现在工作量不多 有工作就去做 没工作就待在家 虽然赚的钱比较少 但够用就好 不过他始终都把家人摆在第一顺位 巴格回忆 大儿子刚出生时 因为早产住在保温箱里 正在阿根廷出外景的他放心不下 飞了三十个小时赶回台北探望太太和儿子 隔天再飞香港转北京 到新疆乌鲁木齐继续拍摄 创下了最远距离的赶场记录 如今看见四儿女都各自发展得很好 他也欣慰地说 这是我演艺生涯之外的一大成就 当年在华世走红后 巴格虽然得到金钟奖的肯定 成为了当红主持人 但却因为力挺高临风 为他高层抗议 遭到无情封杀 对此他坦言 我当时也不是完全说挺高临风了 只是我当时争取 演员应该要跟电视台签约才有保障 我是代表所有演员出来讲 结果变成了炮灰 高层知道后不答应 不答应我就离开了 结果后来去中视 台视 本来都谈好了 竟跟我说取消 虽然有新加坡电视台来找我 但我根本不想去 我很难过 为什么我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工作呢 后来他笑说 我离开之后 双星报喜又得到金钟奖 结果竟是那个封杀我的华氏总经理颁奖给我 是不是提交皆非 从此我没有再回过华氏 如今巴格已经彻底退休 自己的儿女也各自成家立业 各有前途 平时在台湾的他生活非常休闲 也祝福他身体一直健康 平平安安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哦 请期待